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你们只是暂时迷路了 早点找到回来的路 就在上周 全国两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了 期间有代表提出了绿色网络环境的议题 主要说的是 在经济利益的趋势下 网络游戏成人化情况相当严重 导致暴力 金钱 色情 手机成瘾等不良网络现象 严重影响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他们呼吁政府增加游戏监管的力度 同时也希望网游企业承担起相关的社会责任 推动网游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而就在两会召开的同时 专为南京市小学编写的游戏教材 在丽水实验小学正式首发了 教材中包括了 户外游戏 经营游戏 魔术游戏 网络游戏 赌博游戏 纸牌游戏等内容 进一步的促进和引导学生们 向得志体方向全面发展 这门课程也将在南京51所小学实行成功后 普及到整个南京市小学 并逐渐成为必修课程 我靠 怪不得心心堆进身边玩鹿鹿鹿的朋友 天天在那抱怨 明明错开了节假日 怎么打排位赛 还是经常遇到杀灵死食物以上的神坑 感情是老师带着学生们玩游戏 放出这么一大群深水炸弹 全天24小时无间断 轮番轰炸各路游戏玩家 简直就是坑爹呀 不过呀 玩笑归玩笑 现在的孩子们呢 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脑 那游戏的上手速度比心心都快 无论在哪呢 都能看见不少小孩拿着iPad或者手机在那玩 专注程度一点也不演于搞科研 以前一说的游戏 很多家长都认为 这个会导致孩子玩无丧志 极力的反对 但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呢 越来越多的教育游戏的出现 也证明了游戏还是可以被利用 来帮助孩子们学习和成长的 前段时间 愤怒的小鸟开发商Rovell就表示了 准备把自己的第三方业务 扩展到儿童教育游戏领域 在玩游戏的同时呢 给孩子们提供学习的内容 让他们产生对学习的兴趣 同时也可以让家长减少烦恼 其实啊 玩游戏也不完全是坏事儿 因为学生玩游戏呢 可以锻炼手脑的反应能力 激发对电子产品的兴趣和爱好 满足学生娱乐的需求 还可以呢 缓解焦虑 排泄烦恼 给学生带来成功感 满足他们的自尊心 但是呢 长时间玩游戏 对势力的影响不容小视 也会分散学生的精力 导致学习成绩下降 所以呢 希望老师跟家长多给予帮助和引导 共同努力 使网络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好了 这一期的真好玩心心刀壁刀 就先到这儿 我们的口号呢 依旧是不求节目最好 但求点击最高 节目的最后啊 提醒大家别忘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上一期的获奖名单 我们会在屏幕的下方显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